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奥迪兰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这个俄罗斯这一边莫斯科音乐厅的最新进展 我们来看一下 包括现在这个乌东战场的这个情况 我们要做个通报 现在俄罗斯呢是已经证实了 嫌犯从乌克兰获大量资金和加密货币有确凿数据 当地时间3月28日 俄罗斯联邦政查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该委员会有确凿证据可以表明 实施莫斯科恐袭事件的犯罪行业人 从乌克兰方面获得了大笔资金 调查人员已经确认的数据证实 恐怖袭击的肇事者受到了大量资金和加密货币 可以追溯到乌克兰 这些资金被用于准备犯罪 俄征查委员会还指出 初步调查结果充分证实 恐怖分子的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而分队的主谋也同样具有针对性 并让他们提供了财政支持 调查人员通过与被拘捕的恐怖分子合作 对从他们身上缴获的战术设备进行检测 以及对金融交易信息加以分析 获得了他们与乌克兰密度主义者 有联系的确盗证据 声明指出 声明同时还指出 目前另有一名参与资助莫斯科恐袭事件的 嫌疑内已不确定 调查人员将向法院请求相继拘留 据塔斯社当地时间3月29日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部长拉夫罗夫当年 在接受俄消息报采访时表述 俄方对莫斯科恐袭事件的调查阵 在全面展开 并已经取得了良好进展 他指出 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对所发生的事情 进行了严格而全面的评估 调查机构 总体来找办公室和情报机构 已收到有所有必要的指示 并展开了积极的工作 相当快速的得出了结果 那么现在这个事件呢 已经可以确定了 就是这件事件和这个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 都有这个密切的这个关系 那乌克兰民族主义者 大家都知道 比如说臭名昭著的亚述营 就是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者 和这个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者的这些败类 那么现在我看到 还有一个更搞笑的一个视频 和一个各自的消息 我觉得这个乌克兰人啊 他妈的确实是病得不轻啊 那就是这个 之前的这个球星叫师傅琴科 师傅琴科呢 在球场上抽号这个核弹头 他的这个大力抽射 非常猛 以前呢 这个欧洲呢 也是用这样的方法来离间俄乌关系 比如说你俄罗斯的这个球员啊 欧洲的俱乐部就不怎么签你 但是乌克兰的球员啊 这个俄罗这个就经常签约他们啊 给他们亮相的机会 怎么怎么样的啊 其实这种方式都是用这种打打法 来获得乌克兰人民的好感 你看我们西方接纳了你们 但我们不接纳俄罗斯人啊 我你你们不一样啊 你们都跟我们来接纳啊 我们就是什么 就是一伙的 你们就可以加入欧盟了啊 这不就是他妈的就像这一批他妈的 美国的这些商人到北京来一样 拿个钱给你听钱袋子里面金币的声音 一模一样的吗 所以就是说欧洲就用这种方法啊 西方美国都用这种方法去离间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这个关系 中国大陆也一样的啊 我说的一几几年都没错 对吧 比如说让你香港人 让你台湾人 让你澳门人啊 去他们这些发达国家 随着便便去 想怎么去 怎么去啊 你们去他们在欧在那个地方在美国 当高管 印度阿三当CEO 对吧 香港台湾人啊 当主主管 当办公室主任 啊 中国大陆的啊 你再优秀 你再他们什么什么清华毕业北大毕业的 不会给你什么啊 重要岗位的啊 就是当一个小巴拉兹 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什么 来理解你啊 来理解你 所以这种方式方法其实都是中 都是源自于中国啊 但他们总是在学中国的这些术啊 我说过这些都称为我们叫做叫什么 叫外交之术啊 术啊 这个东西其实是一种啊 心术不正的一种手段啊 心术不正 所以我们动物呢 还是讲要讲究这个道的啊 你只讲究术不讲究道 你最终你西方 你模仿中国去搞这些东西 你都会完蛋 现在这个乌克兰不是被打成B样了吗 啊 乌克兰什么极端民族主义者啊 本身就是他妈个笑话 你乌克兰所谓的极端民族主义者 应该是去站在斯拉夫的人的共同利益上面 这个叫做民族主义者 所以大家要知道 有些民族主义者他是伪的民族主义者 包括还有之前的啊 哈萨克兰前从纳赵巴耶夫退的这个民族主义 这种民族主义他苟日的也是伪的啊 打着民族主义之时 他妈进行什么 进行他妈敛财 这个跟他妈讲解释 以前在中国推行什么大汉族主义 不也一样的吗 啊 你这种大汉族主义 你不是真正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而考虑的 而是他妈那个逼的啊 为你们这些家族在这里敛财啊 打着这个幌子 包括就像这个印度这个莫迪一样的 什么印度叫民族主义 你印度叫民族主义 你那妈那个逼的真的是 不就是在为你们这些腐败分子 腐败他妈开绿灯吗 啊 所以说啊 像这种类型的狭隘的这种民族主义啊 一定要杜绝 然后呢 你看看这个啊 这帮他妈的这个这帮中亚人啊 现在这个我看到那个吉尔吉 吉尔斯坦这个国家 也已经发表了重要的这个声明啊 要求吉尔吉斯坦公民拒绝在国外被招募为这个恐怖分子 就说明 为什么这个政府发这样的说明 就说明这个国家有很多傻卵都被招召唤为恐怖分子 啊 他们现在这种套路特别多啊 那你说这几个塔吉克斯坦人啊 甚至是吉尔吉斯坦人 他们这些人在俄罗斯啊 去当什么啊 乌克兰民族民族主义者 啊 这个蛋扯得有点大了啊 然后就说什么 他们姓穆斯林呢 那这那呢 啊 所以我说过 一切你打的这个主义 你打的那个主义 你是什么SSK啊 你是这个那个 你不去打他妈西方 你不去干他妈美国 你就啊 不不不合格的 你就是他妈的逼的属于什么啊 啊 伟的伟类知道不啊 伟类啊 你这些所谓的今天破坏你的这个国家的民族团结 和你这个国家所谓的民族主义的是美国人英国人啊 而不是什么中国人不是什么俄罗斯人啊 所以他妈的这帮伟类啊 对吧 啊 好好的啊 他妈的反思反思 对吧 现在大家在在反美大业啊 你们他妈的个逼的这帮狗日恐怖分子 配合美国在啊 这里搞反美同盟啊 你们是他妈干什么的 看得起你们吗 你们要起码的像这种音乐听 要针对到美国纽约百老汇里面去他妈的干 那什么才叫牛逼啊 当然了 也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美国是他们的老板 那么你现在能够确定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啊 这帮东西 那么俄罗斯呢 肯定就啊 今天凌晨 乌克兰许多地区的目标遭到了大规模 啊 这个小模 就是小蘑菇云和多枚导弹的这个打击 啊 现在乌克兰这个全境啊 大家要知道 现在这个乌克兰全境 基本上被俄罗斯给炸了 他妈的稀巴烂了 这国家已经完蛋了 战争还能撑多久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英国皇家国防研究所发布了一份报告 总结欧战争的经验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西方人是怎么总结的啊 现在面对现实了 在此类冲突中 那些能够确保大规模动 调动能力和工业来生产 由于军队扩张而需要的大量军事产品的国家将获胜 二性能优良的昂贵武器并不适合装备不断壮大的军队 将其与更便宜更广泛的产品结合起来非常重要 特别是组件需要可以与民用产品互换 啊 这也是一条很重要的啊 啊 你他妈那些武器武器看起来 他们你而且这个也是在为自己找理由 你西方的武器那么管用吗 性能优良的什么武器啊 啊 西方什么武器性能优良 三 需要混合真兵制度 既要有大量的预备一军人 要有一支庞大的士官队伍 战前的专业部队充当消防员 消防队稳定局势 而新组件的部队则在核心带领下刷战斗经验 这他妈第三条也是治理名言啊 啊 真兵制度很重要 中国也是这样拥有庞大的真兵制度的 国防动员体系相当厉害的 啊 还有我们 还有我已经不是预备一了 就是有些很多是预备一的 而且现在部队里面 不是像过去一样了 你当两年兵 叫你退役了 现在部队里面招新兵很少 一个中队里面可能新兵就两三个 啊 基本上全是士官 啊 因为你要专业性啊 你现在当兵不是当了 当两年你能学的了啥 你必须当五年 进行他妈的骨干集训的 啊 这些东西才是很重要的 士官队伍是一支军队保持作战力的一个基础 消耗战的目的不是夺取领土 而是消灭敌军 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平时军队调动战力赢得时间 第二阶段是发动决定性进攻 政治驱动的行动只会浪费资源 啊 这也是他妈事实 他的这个总结 这个总结不是总结的他妈的是英国美国吗 你们他妈的只有这个政治动员 但是没有实质性的这个击溃俄罗斯这个实力 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标准是完成 编队动员和被准备 取得火力和侦察优势 耗尽敌方战略储备和摧毁敌方工业 俄罗斯正在对乌克兰做这件事情 已经做得很彻底了 那你西方或者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方面 有没有做到很重要的这个能力啊 做不了 这一点中国也做得很好 当年中越自卫法基战 中国就是摧毁越南的工业体系 铁路 战备 战备的这一些交通枢纽 政地战中 纵身机动困难 战斗简化为局部攻击和作战 如果没有高水平的管理 组织以及各方面力量和手段的联动 即使是一个小团体也很难取得成功 这也是事实 这就是什么 大家就像打魔兽争霸一样的 或者打星际争霸 有一种 区别于你是职业玩家 或者说你是打了厉害的 跟不厉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是什么 叫威超 比如说手术 敲击键盘 跟点鼠标的水平 攻速速率 威超 威型操作 现实生活当中的打仗 也是一模一样的 你要也要有威超技术的 没有威超技术的话 你再牛逼的部队 你都不行 你威超屌 你一支小分队 就可以干掉一整个军队 这就是战场管理能力 战场管理能力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说过 俄罗斯的军队 我们往自己的方面来讲 他确实在这里刷战斗经验 很多人都轮流上战场去刷 而不是要控制什么领土 把敌人不停的给消灭掉 你东部战区的 你中央战区的 南部战区 西部战区的 还有新成立的西北战区 你这些军人 从上到下 全他们到前线来 刷战斗经验 都来刷一遍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 这个像中国想要刷这种经验的话 唯一就是什么 就是中印边境战 如果中印边境战这样打起来的话 我觉得这样是可以去刷经验的 好吧 那么现在乌克兰的这个事情 俄罗斯已经搞清楚了 将来反正等待乌克兰的就是灭顶之灾 好吧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 谢谢